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3月5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游报 3月4号,美国民调机构PO研究中心发布 年度美国人对中国的观点调查显示 55%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竞争者 只有9%的人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 其中有5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 只有20%的受访者强烈支持中国留学生 PO研究中心指出 在受访者中有55%的人视中国为竞争者 34%的人认为是敌人 只有9%的人将中国看作是合作伙伴 调查结果显示 48%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应该是限制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 只有7%的人完全不认同这个看法 和2018年相比 这种因限制中国的感受增长了16个百分点 此外,在调查中询问 美中关系应优先发展人权或经济时 70%的受访者选择人权 其中超过9成的民众关切中国的黑客攻击 86%的受访者关切中方军事力量的成长 85%的人关心贸易赤字问题 当问到经济和贸易关系时 调查结果显示出强烈的党派分歧 其中72%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 应该对中方采取强硬姿态 60%的民主党或泛民主党支持者认为 应该和中国建立更为坚实的关系 另外,有关中国留学生的问题 皮尤研究中心指出 大专院校的国际学生中 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过去十年内 中国学生在美国学术研究机构的人数增长了两倍 调查结果显示 55%的受访者 支持限制在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其中约20%的人表示强烈支持 4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 其中有18%的人表示强烈反对 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调查 是在今年2月1号到7号期间执行完成 通过随机抽样 访问了2596名不同性别 种族党派的成人 获得最后的调查数据 针对全美各地持续发生 针对亚太裔社区的仇恨暴力和种族主义事件 由美国各界华裔精英组成的 非盈利领袖组织百人会 于4号提出一项强调行动的起点计划 呼吁立法者和执法人员 加强对仇恨犯罪的打击 消除社区内的恐惧气氛 百人会指出 尽管拜登总统的执行备忘录 反对针对亚太裔社区的歧视 但很多人依然继续遭到恐吓 歧视和暴力 百人会指出 几个世纪以来 华裔和亚太裔社区共同为美国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亚太裔社区成员仍然因为血统问题而遭受暴力袭击和仇恨 亚太裔像很多美国人一样 在新冠疫情期间同样遭受了疫情的重创 而那些因恐惧和错误信息助长的无端攻击 使亚太裔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在过去一年中 有关部门就收到了近3000起 针对亚太裔社区的仇恨事件报告 为此百人会呼吁 立即发起以下七点倡议 一 呼吁包括州长 市长和国会议员在内的所有民选官员 强行谴责一切反亚裔种族主义和偏见行为 二 呼吁新的联邦总检察长和美国司法部 成立一个工作组专门调查和打击 针对亚太裔社区的不断攀升的暴力行为 三 呼吁司法部修改其中国计划 该计划涉及对中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种族归纳 四 呼吁联邦政府向州和地方执法机构提供资金 用于教育 培训和社区外展 五 呼吁所有执法机构 对口头 种族或心理上对亚裔造成的偏见 种族主义和仇恨行为 采取零容忍态度 六 呼吁所有民选官员和立法者 确保仇恨犯罪幸存者 能够用当地社区使用的语言 获得支持服务 七 开除任何被发现煽动仇恨 或歧视亚裔的公职人员 政府雇员或执法人员 百人会表示 他们将坚定地和因为这些仇恨事件 而遭受损失和痛苦的受害者 幸存者以及家庭站在一起 百人会指出 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 来解决亚太一社区所面临的历史性不平等现象 消除引发相关攻击的错误信息和恐惧 国民兵首都华盛顿辖区的指挥官表示 国会遭受冲击当天 国防部反应异常缓慢 而且对增援要求提出种种限制 导致官兵延误数小时才赶到现场 据美联社报道 国民兵华盛顿指挥官沃克 于3号出席参院听证会时 向议员描述了1月6号军方调动人手的经过 他表示 国会警察在当天下午1点49分 发现示威者开始闯入国会山庄时 便致电军方要求支援 而且在电话中情绪激动 沃克立即将要求转达陆军 但国防部直到下午5点才批示命令 在大巴上候命的国民兵随后奔赴国会 在18分钟后抵达现场 沃克表示 由于当时已经耽误了几个小时 国民兵失去了掌控局势的先机 反观去年6月 华盛顿爆发示威时 命令下达的速度非常迅速 两次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国防部高官塞勒斯解释 时任代理国防部长米勒 希望等候更长的时间 以让他准确了解国民兵的部署和任务细节 他担心官兵像去年夏天那样 在处理示威时手法过于粗暴 该部门再次出动大批官兵 不仅会重蹈覆辙 而且还不利于公众的观感 更可能会激起示威者的对抗情绪 对此 沃克证实 陆军高层的确认为 未必让穿制服的国民兵进驻国会 不过他也透露当天的调兵流程与以往不同 自己需获得许可 才能将军队派往市里的另一个地点 在检讨国会骚乱的听证会期间 多名证人均表示 当天的决策非常困难 但也暴露了当局处理情报时当 联邦调查局在事先曾发出情报警告 表示国会可能会出现暴力事件 但报告没有传到警方高层 导致支援来迟 最终造成1月6号冲击国会的动乱局面 德州州长艾伯特于2号宣布 全面开放德州 这使德州一线的医护人员 情绪激进崩溃 长期在德州医院加护病房 照顾新冠患者的护士斯马特表示 本来医护人员已经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 但州长的宣布 把那点曙光给灭了 斯马特是心脏和胸腔科护士 他于2号在Instagram上写道 我放弃了 我见过太多像柴火一样堆积的尸体 你不了解 或者你根本就不在乎 这不是政治 这是他差的人命 这是一句骂人的话 而且他们快死了 斯马特在接受访问时说 眼看疫苗接种和新增病例持续数周下降 医护人员已经开始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 但州长却在此时宣布 解除全州口罩令和企业的容量限制 光被灭了 斯马特说 他不认为现在是解除口罩令的安全时机 州长这么做非常可怕 斯马特表示 新怪患者都还在那里 很多人人在垂死边缘 我们只是不再需要 有冷藏卡车等在一月外 只是没有人躺在走廊上 躺在担架上了 大家稍微可以喘口气 但情况并没有更好 我最担心的是 会有更多人死掉 由于州长艾伯特刚宣布 全州彻底解禁 地方政府 企业 甚至当地居民 都在面临自我抉择 全州500外学童 大多数都还维持戴口罩 由于卫生专家强调 戴口罩仍是遏制病毒传播 最有效的做法 下周的情况会如何发展 还很难说 休斯顿警察局长阿森文多表示 该局警察仍将继续戴口罩 他抨击艾伯特废除所有限制 担心各地会因为戴口罩的事情 而发生更多的冲突和侵犯行为 对此 部分商店宣布 仍不允许不戴口罩的顾客入内 Taget 便是其中之一 而德州最大的连锁超市 HEB 则将规定改成了 鼓励顾客戴口罩 但不再强制要求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2号 德州的单日新增病例 依然还有6600多例 死亡人数为270多人 全州的医院仍有5600多名新冠患者在住院 密西西比州有一名非裔男子 被错判谋杀罪 在服刑23年后终于成冤得血 获得50万美元的赔偿 据今日美国报道 今年50岁的当事人佛罗华斯 至今已在狱中度过了将近半生的时间 他在1996年受雇于该州的一家家居店 入职不到两个星期就遇到了命案 并且被控枪杀4人 罪名成立 同时将面对死刑 此案中 遇害者分别是59岁的家居店老板 以及3名分别为45岁 42岁和16岁的店员 虽然调查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向佛罗华斯 他也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 也有专家援引证据称 嫌犯超过1人 但最终只有他1人被控 密西西比州第五巡回法庭法官 米切尔于2号重审案件后裁定 佛罗华斯可获得50万美元的赔偿 根据当地州法 冤狱受害者每服刑一年可获得5万美元的赔偿 上限为50万美元 因此当局将在未来10年 以每年5万的比例分期赔偿这笔款项 1997年 佛罗华斯在首次被宣判有罪及死刑时 检察官伊万斯是一位白人 此后5次聆讯也都是由他负责检控 有分析认为这种情况是无潜力 佛罗华斯在前三次审判中被判有罪 但全部都是因检察官刑事不当 而被州最高法院而推翻 后面的两次诉讼则以审判无效而告终 佛罗华斯在2010年第六次审判时 再次被判有罪 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在2019年 再次推翻了判决 2019年11月 非议人权倡议组织 全国有色人种协经会等团体 控告伊万斯涉嫌种族歧视 法庭驳回起诉 全案继续上诉 但高院发现 伊万斯在20多年的审判生涯中 刻意拒用非议陪审员 最后一次案件的12名陪审团中 白人占了11人 非议仅占1人 另外有5名潜在的非议陪审员被落选 2020年密西西比州检察长菲奇表示 将不再就弗洛华斯的案件 进行第七次审判 因此弗洛华斯恢复自由 据路透社华盛顿报道 4号 美国呼吁缅甸军方释放一名美联社记者 以及另外5名在报道反军事政变示威期间 遭到羁押的媒体人士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缅甸安全部队 镇压示威者的报道和视频 让他震惊和极为反感 缅甸安全部队 今天至少杀害了38人 律师表示 32岁的缅甸籍美联社记者 谭骚在报道示威期间被捕 是被控违反公共秩序法的 6名记者之一 普莱斯说 针对记者的攻击和逮捕事件 逐渐增多 这让我们相当担心 我们呼吁缅甸军方立即释放这些人 并停止恫吓和骚扰媒体 以及其他只因尽本分职责 而遭到蛮横逮捕的人 美国已经对政变领袖 和一些军方公司进行制裁 普莱斯表示 现在美国还在考虑 采取进一步对缅甸军方纠责的措施 并尝试号召国际社会共同回应 普莱斯表示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 齐声谴责缅甸军方 对人民的残酷暴力 并对造成缅甸这么多人丧命的军方行动 追究责任 3号 前总统川普的儿子 埃瑞克川普 在推特上发出消息 将以4900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别墅 这套别墅是埃瑞克 于2018年以1800万美元的价格 从他姑姑手中购入 他的这位姑姑 也就是已退休的联邦上诉法院 法官马利安·川普 三年后 这套别墅的价格增长了近两倍 涨值达3100万美元 这栋别墅位于川普的海湖庄园附近 据棕楼滩日报报道 确切来讲 这套别墅的房屋所有人 属于1125南洋有限公司 而该公司的总裁就是埃瑞克 副总裁是川普 报道指出 当地的一名房产中介 摩恩斯已贴出独家出售的广告 并称两栋楼的海滨别墅 建造于1956年 属于西印度群岛的建筑风格 屋内共有8个房间 占地26000平方尺 或0.6英亩 同时还拥有190多尺的海滨线 根据川普于2018年 在川普国际房地产公司 张贴的招租广告中可见 当时这套别墅 以每月租金10万美元出租 其中包括客厅、阳光房、起居室和图书馆 东边还有可以开海的阳台和游泳池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1年3月5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29339407例 累计死亡人数52万9010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70705例 死亡2278人 纽约州今天新增7436例 死亡91人 加州新增5011例 死亡374人 新泽西州新增2511例 死亡42人 休斯顿新增852例 死亡11人 芝加哥新增741例 死亡11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本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